第一部门的介绍 由于当时受到短时强降雨 形成内涝的冲击 使得养殖场违避鳄鱼的围墙 部分被冲塌形成了两个 养殖场位于茂南区北界罗村 事发时 养殖场内共有71条鳄鱼 其中69条为成年鳄鱼 两条为幼年鳄鱼 品种为鲜罗鳄 目前养殖场的围墙绝口 已通过铁丝网进行违避 防止场内鳄鱼再次游出 此外 当地相关部门组织了 八辆大型排水车 为保障附近居民安全 事发区域第一时间 设置了51个哨子 截至14号7时 共捕获36条鳄鱼 典33支巡逻队伍 近千名工作人员投入现场 开展搜捕工程 暂未出现鳄鱼伤人事件 搜捕工作仍在进行中 此外 当地加大宣传 加大宣传 警仔经焦逻表叙重